在网路上有人在问说 那演习到底结束没有啊 你知道大家给的 演习倒结当然没有啊 对啊那人家给的答案是什么 答案是什么 问日本 问日本 是是是 你只有日本才会讲啊 无人机在我这个东海 还有太平洋间 这个事情也是日本耶 日本都公布啦 那为什么国防部不公布 国防部每一次的借口都非常简单 怕民众恐慌 好像台湾民众都跟安全一样 你一下午就缩起来躲起来 大家全部都吓了个钥匙 跟真的一样 台湾人真的很怕吗 96飞弹危机的时候 台湾有几个人在怕 根本没几个人在怕啊 因为反正我们大家也都逃不掉 我们能怕什么 怕有什么用 难道囤积粮食干嘛 就能够解决问题啊 解决不了嘛 所以 你有什么事情 你就坦白告诉我们嘛 那有一些四射机密 你不能讲你就不要讲 那为什么日本能讲 你不能讲 你告诉我为什么啊 对 我比起来讲 国防部分了几个层面 他不发防空警报 我认同 为什么 因为你已经确认他的弹早点 还有确认他的整个航道轨迹 就不会打到台湾嘛 所以不会打到台湾 你就没有必要发防空警报 没有必要引起恐慌 这个OK 但是你总要告诉我们吧 但是你要告诉我们 他到底有没有飞过台湾上空啊 然后你在第一时间告诉我们的弹早点都是错的 请问一下怎么回事 你告诉我们说 都是错的 对 你告诉我们说是一个在东北一个在西南哦 可是事实上不是哦 事实上是三个弹早点哦 然后 南部的那个不是在西南 而是在墾丁外海哦 那东部也有弹早点你怎么不讲 因为很明显嘛 你国防部就是怕大家知道 非但直接约过我们上空了嘛 你就不想承认这件事情 想要隐秘就是了 一开始记者去问的时候 国防部怎么回答 他说没有没有经过台湾上空 然后等到 外面消息分分 因为世界各国媒体都在关注这个东西嘛 外界消息都出来之后 国防部就不自可否 不承认也不否认 然后等到日本很确定 人家你诡计的话给你看了 直接经过台北上空了 国防部才说对啦有的 但是那个不是我们的上空 因为他超过100公里 所以那个不算我们的领空 那你也可以解释啊 是啊 你当初也可以告诉我们说 因为他超过100公里 所以不算我们的领空 所以我们也没有必要进行拦截 实际上我们的爱国者 非但也拦不到那么高的东西 事实上也是这样 你也没有必要去拦截 因为他的轨迹就不是要打台湾嘛 那你一开始跟大家说 你不就结束了吗 而且兵哥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是大陆央视解放 今天有报导这个消息 那他们装死 那接着就是日本 日本讲然后已经在网路上炸锅了 传开了 所以他才不得不出来 那如果说日本也没报 是不是就这样过去了 不是绝对不会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人家大陆摆明了嘛 他知道你 你们会故意隐匿消息嘛 所以呢等到 你国防部一直在那边撑撑撑撑撑 我估计如果日本不报 今天早上解放军就报 解放军好像昨天就已经先 只是我们视而不见 他就把轨迹直接画给你看 他告诉你从哪个基地 什么地方射出来的 然后射高多高 然后弹灶点在哪里 直接画给你看 然后他只要他这样一公布 美国日本那边一定会 一定会check这个消息嘛 然后会同意嘛 那请问一下到时候国防部 你要找地动砖吗 实际上你第一时间告诉我们这些消息的话 大家反而会佩服你国防部嘛 对敌人的敌情掌握非常精准嘛 人家从哪里发射 然后从那个射高多高 弹灶点整个轨迹如何 弹灶点在什么地方 你全程掌握 实际上大家对国防部不是更有信心吗 那为什么要隐匿呢 我告诉你啊 实际上 国防部要不要承认 因为你们的消息是美国人跟你讲 是这样子吗 我们的乐山雷达你以为是我们在控制 那是美国人在控制啊 美国人决定要分享哪一些情报给你 不分享哪一些情报给你 所以你要不要承认 你实际上是被美国人告知了 不然的话为什么一开始会出现 弹灶点在西南 西南角这个非常明显的错误 国防部你自己想想看吧 不要在那边粉饰太平 不要在那边装的莫测高声 还有王八千这种烂委员 出来讲说嗯这个水很深的水深你个头 一点都不深 这个稍微有点尝试人都看得出来的东西 那只是很简单 什么事情诚实以对就好了嘛 关于机密的东西你不讲大家都可以理解 可是其他的东西你该让民众知道 就让民众知道嘛 你越是这样做 反而让民众对你越来越没信心 蔡英文一定还是会继续抱美日大腿哦 那除此之外呢 我看到在刚刚12分钟 前他发了脸书 那他po什么呢 他去美食展 他说这个对不对 美食展恢复了 疫情阴霾散去 我们的生活步入正轨 但是呢 他说正常生活不会从天上掉下来 面对中国在台湾周边进行实弹射击演习 我们严正要求中国理性自治 国军也已经加强战备 从蔡英文到曹新成说 我要捐30亿给国防 我们对这个他觉得买武器什么都不重要 那重点是要推动全民的国防教育 兵哥怎么看 这两天网络上再吵一个话题 什么话题 老共驻法国大使说 如果有一天我们接收台湾了 我们要对台湾实施再教育 这跟这个有什么两样 你也是打算要对台湾实施再教育 我不是一样吗 那老实讲 曹董 愿意捐钱当然很好 当然 任何人愿意捐钱我们都感谢 多欢迎 可是说真的对曹董来讲 1亿美金真的太小 我去过曹董家采访过 他家全部都是古万真品啊 他上次一个碗就卖了快1亿美金 那这个 所以他其实捐了一个碗 是 就是这样子 他还有好多碗可以拿出来 所以 所以这个对他们来讲真的没什么 那我觉得 曹董如果真的要展现你的诚意 你放弃新加坡国籍 你发誓 回来台湾住 对 就是这样 与台湾共存王 那 我给你束大拇指 那人躲在外面 国籍在别的国家 然后没事丢两个钱 而且这个 应该还可以抵税 我真的不知道这个意义到底在哪里 要么多捐一点捐个三百亿 三百亿我相信他绝对捐得出来 我光是看他家那 因为他家两层 一层是住家 另外一层完全跟博物馆一样 光是那里头 我看就上百亿 哈哈哈 哈哈哈 所以那个 曹董是有这个实力 也不用客气 那蔡依依我就最受不了他 蔡依依 你神经病吗 现在是什么时候 人家还在演习 你的岛还被人家围着 你跑去美食展 美食展你会出现 奇怪了 人家昨天在实战涉及之前 中间之后 你结果你用录影的 你人不可以出来啊 你总统在关键的时刻出来 不是才能够安定人心吗 你直接让媒体看到你 而且你坚定也跟台湾民众站在一起 这样不是才是最大的宣传 也是最大安定人心的力量吗 结果你给我用录影的 你泽伦斯基啊 你躲在刁爆里头啊 是怎样 老公派人要追杀你暗杀你吗 还是你有人群恐惧症 不然的话你躲起来干什么 我都不懂 你美食展都敢去这个干嘛躲 还是美食展那个替身 你跟金正恩一样 所以这个总统到底在干嘛 我完全搞不懂 正常的总统 当国家陷于危难的关头的时候 总统 如果你要指挥大局 你又考虑到人身安全 你应该在恒山指挥所 你怎么会在外面呢 你在外面到处跑什么意思 在吃喝 那如果你都这么放心 美食展这些东西都可以去 那你见面让记者访问 安定一下人心 让大家看到你真正的人很难吗 不是吗 这到底什么选择我真的搞不懂 蔡英文脑袋到底在想什么 还是因为现在只要面对记者 只要一回答他就会破功 所以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所以干脆不要见记者 是这样吗 当一个总统连记者都发见了 我又不知道这总统能成什么事 那我还期待你去跟老共谈判 他不见鬼 请几个月后 不就是这样吗 所以 当总统自己带头 闹成这个样子 你们过去不是说抗中保台 要跟老共决一死战吗 讲的跟真的一样吗 现在人家真的亲门踏户 请问你们在干嘛 没有这次没有讲抗中保台了 这一次没讲 以前讲了很多年啊 就这一次不讲 这次为什么不讲 人家都请问我们林海头 照你民意党过去的料性 你应该直接冲出去跟他拼啊 不是吗 王八千 你们这些民党这些委员 不是应该一个一个 去跟国防部要装备冲上检验剧啊 人家乌克兰的前总统 不就这样演给你看了吗 带了钢盔带了枪就往前线走 虽然是假的 但是至少人家敢演啊 你们连演都不敢演 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 我先讲一件事情啊 我2008年的时候 我人就在东营 舰长 我以前也是海军的 我也是海军舰艇兵海风五中队 我是六中队 六中队是不是 我1956年的时候六中队 是是是 学长好 学长好 辛苦了 辛苦了 最主要是这样子 我们海风五中队 其实实际上他的任务等等之类 我不方便在节目上说明 基本上他就是跟射发飞弹有关 好那我现在要讲的是讲说 2008年那个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要总统大选 总统大选前一个月突然之间防区 发布了一个命令 说你们从今天开始的话 每天都要给我操演 原本是陆军的操演 但因为我们是一级战斗部队 所以我们要配合陆军 要跟着友军一起操演 我们就这样每天操天天操 陆军甚至于是操到10点多 灯关掉了都还要操 整个东营岛上当时是有所谓的那灯火管制的 整个灯火管制情况是他还要操 还要拿着枪在那边练那什么刺枪术 刺枪术有没有用这种事情 我们见仁见智那个之后再谈就好 但我要讲的是什么 我要讲的是说当时 即使在东营岛上气氛都已经这么危急的情况下 我打电话到我家里面去 我跟他讲说 现在那个岛上天天操演 那感觉那气氛不太一样 我老爸跟我怎么回 是这样啊 大家都不可以关注啦 没有时间离你们那一边 你们那边到底是什么情况 我那个时候才知道 所有的消息在本岛全部都没有 现在状况是怎样 本岛外岛化 现在就直接把你围过来 告诉你说其实现在是兵凶战危 整个状况其实不再像以前一样 本岛人可能以前 就会认为说这是你们外岛 这是你们离岛的事情 但是有没有人想过 为什么外岛跟离岛 常常跟本岛人想的方法等等不太一样 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直接就面对这个战争的威胁 直接面对那个生存的威胁 请问一下东营岛如果说今天共军真的要打过来 他第一个先打的是什么 先把东营岛先把金门先把它站下来再说嘛 这是我们之前的战争思维 现在需不需要 其实也不一定需要了 我们看那个图我们就知道说 他整个战争的范围的话 他其实飞弹是已经有办法穿过台湾了 有办法直接打到外面 有办法对外援的 例如说不管是美军还是日军 如果你要从台湾的东岸这边过来的话 他是有办法嚇阻的 那我今天不讲军事的问题 我讲一个比较直接一点的事情 东营岛当时一个月的大演习 没有人知道 后来马英九总统上任了之后 他也跑来找我们了 我还有照片哦 给你们看一下 这个是当时我跟马英九总统握手的照片 当时他当了总统之后 立刻就跑过来找我们握手啊等等之类的 慰绕前线士兵 后来没多久 又跟那个叫谁 日本起了冲突 当时是什么情况 是不是全台湾人都知道 我们台湾跟日本 现在有点焦灼状态在里面 这个是什么 这才是国防部应该要做的事情 告诉我们说现阶段 我们遇上什么样的麻烦 请大家做好准备 大家都会觉得说 今天早上我在看那个报纸 还有早上看报纸电子新闻的时候 还有我看我刷我的FB的时候 我真的快吓死 我的朋友居然里面有人讲说 那个飞弹打到外海去 还打到日本经济海域去 看来他打的不是很准嘛 对这种声音很多 看来他打的不是很准 而且说什么炸鱼的这种 这种酸言酸语一堆 我真的会吓死 你们有没有想过 那个战争的危险是多可怕 我今天不是在那边鼓吹 说什么一个恐惧氛围 但是我们必须要务实去面对 这整件事情 因为毕竟战争就是战争 他残酷 他不会跟你讲做什么 你今天摔断腿了 你没当过兵 没关系你不用上前线 没有 战争的时候就是你的一兵一卒 你的一草一木全部都是国家的 你想当兵不想当兵 不是你决定你就是该上场去 今天在后援的部分的话 有女人有小孩他们可以去做后援 那你男人就该上场去打仗 除非你这个人根本连走都走不动了 那又是另外一回事 那我们回过头来讲一件事情 就是说 我们今天在这一件事件里面 我们就发现说 国防部其实很多东西没跟我们讲 相同的例子我们拿国外来看 日本 日本的北海道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北韩的骚扰 北韩在2017年那一年他发射的那一颗飞弹 在8月多还是7月多我忘记了 因为我每一年都要去北海道还愿 他飞过去 那个飞弹飞过北海道本岛上空的时候 他是有发布立即警报 整个电子媒体 还有新闻媒体马上是用速播的方式来讲 那一天我人在我朋友的妈妈家 因为他日本人在我朋友妈妈家 马上发布这个警报 我问他们说那你们怎么办 他说日本政府每一年 他们就针对这种状况的话 一直不断宣告说我们要怎么做 我们该怎么做 还有以及他们手册 该做的全部都有做好 我们不是一天到晚都在讲全民国防吗 但是我们的全民国防到哪里去了 我们只知道说 哪里可能是防空避难事 要做什么不知道 万安演习大家不要出门 但是大家马照跑五照跳 没有人真正在意 真正发生战争的时候 我们到底该怎么应对 没有人知道 你的防空就不是防空就 你的救灾包紧急包 你准备好了没 没有我相信大概在台湾 100个家庭里面拥有这个包的 没有 但是冰箱东西会是一大堆 但是这个是紧急你在救命的时候 应该要做的事情 抗中保台到头来变成蔡政府 一个口号治国的口号 他只是想要做什么 选举的时候 我是不是能从中拿到bonus 我们来看1996年跟今年这个状况 其实实际上他有一个根本的不同点 我们看1996年当时台海危机的时候 在那之前 国民党政府以及所谓金国先生 做了什么样的事情 金国先生当时就是在197几年的时候 他当时不管是在道路的建设上 还有所谓的合一 等等合一厂等等之类 他不是都已经把它推行完毕 已经真正在运行 我们有便宜廉价电价 我们也有稳定的电 我们也有相同的那什么 像是交通路线等等之类 该有的民生等等还有战略 我们全部都部署完毕了 1996年那一年 金融壮盛 我们基本上虽然会害怕 但我们是心安理得的 直接去应对他们 我们至少知道一件事情 我们有实力来去应对你 可是今年呢 为什么不敢讲 很简单玩过头了嘛 大新闻大爆挂 订阅靠大家 每日功课 开启小铃铛 转发补课 每天都要支持 大新闻大爆挂 五星总统级的顶级食材 秘制独家配方 以十多道严谨的工序 将严选的大干贝 珍珠包 石斑鱼菲力入将 上快点购的网站来订购 就拥有五星级的食材 同时还有推荐代码 CTI999 就能够享优惠 给大家总统级的享受